一位在西德尼就是施华 一位是布里斯本就是Chris 在YouTube直播的时候发问是最好的 我一看到就会在现场问 大家就不用等很久 或者在Facebook留言 重温那方面去到D100平台 D100 Radio的YouTube 或者D100 Radio的Patreon 都可以付费重温 先和Chris打个招呼 Chris 你好 Hello 你好 侯良卿 是的 施华也在吗 在 你好 是的 现在我们开始了这个YouTube直播 先解决了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节目 都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是海外朋友关注 我们做了几个星期 又说了关于两位去澳洲当时的情况 上星期我们说了少少 关于澳洲置业方面 有趣或者留意的东西 有一个听众就是D100的订户 他想问一问澳洲代鼠帮的节目主持 解答一下 他说是香港人住在香港 即他现在住在香港 他想问可不可以报读 色尼的TAFE课程 类似是职业训练的课程 问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 如果读的话 是否可以在澳洲那里住五年 这五年之内找到工呢 又可以申请居留呢 申请读书就可以留在澳洲五年 再申请居留 即现在已经实施的限制 他问这个有没有年龄限制 譬如说50岁才过去读书 留五年跟着居留 那又可以不可以呢 或者这个是他问 就在Sydney那里读 那问课程先不如 Chris 等诗华回答一下好吗 诗华 好 好的 多谢这位听众给我们一些问题 首先我就要戴上头盔 现在所有东西都日新月异的 我回答我所知的东西 如果是有任何问题 其实我也是鼓励 如果你是读书的 你当然一定要很习惯上网去找资料 所以每走一步之前 都应该是上网看一个最更新的资料 是最好的 那说一下我所知的 所谓TAFE 其实我们在前几集是说过的 就是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就是一些实用性的科目的 就是在澳洲很受欢迎的一些的课程 那这位听众就是说关于柳省的 那我就在柳省的了 根据我所知呢 应该是没有课程是有年龄限制 不过因为我每一个课程它是独立的 那如果是你是真的想读某个课程 自己上去找 那一般来说是没有的是没有的 那还有就是大会有学历的要求 那还有就是亦都是视乎不同的科目了 那看看你读什么科 那你就要达到最低的那个学历要求 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申请某一个TAFE的课程 我举例在NSW就是在柳省先 那它是收了你 那你是开始可以申请学生签证的 那请各位听众就注意 你是先要申请 这位听众就说读TAFE 但是你其实可以是申请其他任何的课程的 你是要申请了有学校收了你 并且有一个letter of offer 即是说肯定收你的封信拿了 你才是可以申请学生签证的 你不可以是申请学生签证才找了学校 你找了学校 学校是收了你 不一定是刚才说的TAFE 是任何一些的学校 那它收了你 然后你才可以是申请这个学生的签证的 那至于有没有年龄上限 是视乎你申请那个课程 我现在先说TAFE TAFE一般是没有年龄上限的 不过我不敢100% 因为其实真的太多课程 你要自己上去找 那不知道蔡浩良你觉得清楚吗 我就是专门走后门的 还有就是独独惑惑的 那这些事情就问吧 这些事情就尴尬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女性 固惑的东西和男性谈 问Kris Kris如果譬如我主要目的 其实老实说她不是想要读书 只不过我要一个签证 就是留五年 譬如Sidney也好 或者布里斯坟也好 如果我譬如找一个课程 就没什么压力 又可以读五年 因为不是每个课程都可以读五年 如果我一年读一科要读五科 整天都要转来转去很烦 有没有课程可以读长一些 读足五年的签证也不用停 接着又便宜 最好就好像香港那样 有些课程100元读一年 最好一个星期上一堂上52堂 平均除开就五元一堂 因为如果我读纪念 当然也不会很贵 但是如果我过去申请课程 接着他收我十几万 我不是打算读书的 我只是拿个席后 Chris有没有这些古怪怪 便宜点读长一点的东西 没有五年那么长的 很轻轻 他的批评是职业训练的 通常就是一年两年 就期待你个人要出去找工作 或者起码带着这个学历 在那些工业或者商业里面 就开始实习了 又去实习 又回去学校读一下 通常都是两三年 课仔就搞定了 读tafe也可以有一个进阶 就说读两年就拿个sert 或者拿个diploma 接着就可以入大学 就省一年继续读大学 这样也有的 那不用很多钱 那欧洲就说五年 你就不用读了五年初 你真的可以读一个实用的课程 那接着就说 试一下找工作做也可以 那找不到就死了 找不到 找不到又读另一样东西 你说如果读一些比较轻可的课程 在社区活动就学习 即是怎样在社区中心那里 做一个接待员 这类这样的课程都有的 有些轻和一些 因为香港其实 有些有 譬如说 剪法 美容 这些都有的 另外或者是 有些比如 另一类医疗 例如学针灸 这些都有的 也有这个课程 按摩也有的 按摩课程也有的 OK 那我们这个问题 解答着这么多 因为未来的集数 都会两位详细讲 关于比如说 教育 选学校 费用等等 那些 所以大家就 就像我们这位D100的订户 有问题想问 关于澳洲的话 现在可以在D100Radio的YouTube 那里我们有直播的 那里有一个 即时通讯的位置 那大家打个问题 那我总之一瞧 就会打断两位 就在适当时间 就问大家问题 那说回我们 就是今天的主题 先这样计计 不好意思 我想打断一下先好吗 好 我想补充一点点 首先 我就想补充 Chris说的 其实现在tape 都开始开 几年前 已经开始开这个 课程 就是有学位的 那你也是自己上网去搜一下 有哪些课程 有学位的 如果是没有学位的 好像Chris 刚才那样说 你读完若干年之后 你转回去大学 是可以免收某一些学分的 所以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来的 那我是很赞成 因为tape是最 好像浩梁那样说 刚才大家都很害怕找不到东西做 可以说读tape 因为已经是比较容易找到东西做 因为它的过程是非常实用的 不过有些东西想说给香港的朋友听 因为好像刚才浩梁说 其实大家都想不问 应该一般来说 读书是一个途径 也是找东西做的一个途径 但是你要留意 第一 你要留意你的护照 我们澳洲 我其实给了几个连续 就是浩梁的 你可以上升 这一个这样的途径 是说明如果你是说需要有一个五年 逗留在澳洲 这个这样的特殊的签证 是给香港人的 那就是其他国籍的人是不行的 还有这些香港人是要拿着什么护照呢 是要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 如果你是拿BNO 是no的 BNO其实在哪里可以呢 就是英国的 所以你请你留意 如果你只得BNO 你没有特区护照的话 可能你是需要拿回特区护照 我再重申这个是官方的讲明的 那你是可以去参考 我已经提供了上去的一个 SBS那个 是官方的政府的电台的 一个的文字的档案 那请你要留意 第一 这个是特区护照 才是有一个这样的特权的 第二 所谓五年的签证 其实如果你今天举例 你浩良 你今天才能拿到学生签证呢 你这个五年是直到是2025年的7月8日 并不是今年 今天是25日 并不是2025年的8月24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由这个签证 这个的宣布公布了之后 是自动所谓延期五年 但这个延期五年 是不超过2025年的7月8日的 所以如果在澳洲的朋友 你现在已经有学生签证的话 你这个自动延期 都只能够去到7月8日 是2025年的7月8日 再要补充一样东西 这个我们的总理也是说明 如果你住到2025年的7月8日 那你那个签证就正式 那你是不是可以自动地成为 这个澳洲的永久居民 我们叫做Permanent Residence 答案是No的 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是一个去永久居留的一个通道 就是Pathway的一个通道 当你到了那个时候 那你就想申请做我们澳洲的公民的话 不是公民 是永久居民的话 他就是说明 Subject to Meeting and Updated Skills List and Appropriate Market Testing 就是说 似乎你当时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要求的一些技术 又或者是市场的需要 那就是说我举例 浩梁你拿到学生签证了 那你可以住到2025年 那你当时就想申请这个永久居留 原来你是展发的 那这个展发当时很受欢迎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到这个永久居留 那又再 因为如果以现在来说 永久居留是要4年之后才可以得到公民的身份 但是譬如现在浩梁你就走去读农牧了 原来农牧当时已经不受欢迎了 那你到了2025年的7月的时候 你才去读农牧了 可能澳洲政府就说 sorry了 不好意思 你是不能够再逗留到澳洲 你是没有这个永久居留的资格 那所以我也都要请各位朋友留意 当你一路读书的时候 一路拿着这个五年的签证 请你永远地看着我们的shortage list是什么 即是说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 请你要留意 如果你是为移民作出打算的话 你必须要整天看着 整天改变的那些 尊有的或者是短缺人才的需求 你不要傻傻地到了7月才去申请 那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不知道你 是啊 其实香港这边 都是两天之前 可能大家都留意到那个新闻 跟施华说的差不多 就说澳洲当局宣布针对香港公民 新的签证的安排 已经在当地星期五正式生效 即上个星期五 澳洲政府早前因应北京在香港落实 港区国安法决定暂停执行 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将香港居民的学生和工作签证 期限由两年加到五年 大约一万名身在澳洲的特区护照 持有人特区护照 将可以延长居留申请永久居留签证 代理移民部长塔吉在最新声明 澳洲和香港关系密切来自香港的优秀人才 为澳洲经济和就业机会增长 作出巨大贡献 相关人士签证五年期满之后 通过品格安全健康检查之后 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因为如果他听到最后的那句 就觉得很棒 就打算很容易 Chris有什么补充 是不是和施华的看法都差不多 都是大家要留意变化 很清楚了 若果已经身在澳洲 有些网友今早已经在Facebook那里 发出来了 他不需要亲身上去移民局问 他用手机来查一下自己的签证 法国已经示出 已经自动延期到2025了 即是在澳洲居留那万多个 看看自己的网上资料就看到 是的 有些网友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已经成功了 即是自动搞定了 是的 是的 看到了 是的 那当然我们的听众 或者自己有等等那些 都可能是未起步的 只不过藉着澳洲代术 这节目两位那里 即是可以了解多一点 即暂时现在 你讲一下施华 不好意思 我想未起步不要紧 不过如果真的有兴趣 有致于此 真的要天天找资料 不可以坐在那里 反正在香港也是一样 不来的 那就不断是这样找 好像浩良刚才所说 你想要找一些便宜一点 或者读得长一点 不断在那里 也要看澳洲真是 最需要用什么人才 你读了那些 留在澳洲的机会 一定是非常少 是的 那这半个小时剩下几分钟 那不如我们讲 买楼第二的内容之前 了解一下澳洲 那个疫情那方面的情况 早两集最严重就是在维州 属于澳洲最大的爆发 Chris也说了一些故事 有两个美女美女 然后很大怯 不是美女来的 sorry 好丑样 好丑样 还坏 坏了几次座 又坏了又没有公德心 完全不符合品格要求 是吧 因为她做了一些坏事 所以很丑样 是啊 坏上加坏 那譬如这个星期 澳洲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 Chris先说 Chris 昆舍兰因为外面的人 进来 就搞到现在我们又封关了 昆舍兰的疫情开始 又上回最近两天又压住 但是那个限聚令又要重新有 室外室内都限10人 如果你在自己家 计算自己家人 招呼朋友 总数都不可以超过10人 那我们有个好处就是 餐馆就跟以前一样 暂时都未曾有限制 都是计算餐馆本身的面积 有一个固定人数 那就没有说10人20人 计算餐馆大小 还有就入餐馆吃饭 就要登记 实名登记 那就 起码商业方面 就不用那么奄奄一息 但是呢 就因为有几个人 就在外面那些州份进来 就散布这些病毒 好在呢 就因为已经实施了 这个实名登记很久了 那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呢 现在都查得出来 那多数都在布里斯本市的南边 几个商场 餐厅 就列为 这个所谓的黑名单 如果在他们出现那段时间 你又在那边出现过的 政府就劝و你 去做一做检测 就拿个安心 或者在斯华讲到雪梨那里 是 你雪梨其实挺好的 过去 一个人有感 正常地做完我们要做的事 其实跟Britzman差不多 不过我刚刚去吃午餐 好像Christos 我们需要登记自己的名字 和登记电话号码 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追回我们 但我去到那间饭店 唐人开的 唐人饭馆 一个人都没有 其实里面有十个人都在吃饭 我当然写了 我写了个名字 写了个电话号码 接着就叫那些徒典 就说麻烦你去做事 食客好像行行言 好像不太高兴 我唯有跟阿姐说 我说阿姐你一定要严格些 你不能任他们来 因为食客不是很想写 但是我说要不然 我们又转回来好像Victoria 就要很严重 所以我常常觉得 那些人不是太过自律 我们就很烦 是 但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又是可以 即是糖醉 又可以吃饭 其实都挺自由的 不过就是 自律就会好些 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我们很好 是的 是的 那我们 有关墨尔本那方面 疫情为什么爆得这么厉害 就有几样东西可以说一说 因为墨尔本就有 有几大座的多层的公屋单位 那些人就住得很密 就在那里又爆了 另外 就在老人院那里又爆得很厉害 所以就是感染人数很多 以及死亡人数很多 还有第三个问题 这两天就是 都可以觉得挺有趣的事情 原来他要求有些人 是进个酒店去检疫 那有几个小哥哥 本身已经是确诊的了 那就 困到闷了 闷到周围堵乱 就把那些屎 抹上去那幅墙那里 那里 然后搞到那些清洁的人员 另外其他人 都感染的人很多 那这些小哥哥真的麻烦 搞这些东西出来 也加深了这个疫情 那他同房的爸爸妈妈 就一起住 那样吗 还在房子那里 但是整个房子都是那些 是啊 那样离谱都有的 可能就是 管教不善 或者困到疯了 是这样的情形 这两天 那些人看到新闻都说 哇 有没有搞错 是啊 不过围省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们各省 譬如Sulverix 其实直至现在的死亡都是52 全个澳洲都是517个人死 但是只是围省 Victoria已经死了430个 全部各位数字都是围省 是啊 是的 所以他们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是有问题 那些围省是直至又再延长多半年的特殊举动 就是似乎疫情的变化 但是半年真的很惨 本来说9月希望有少少的开放点 你怎么知道现在省长已经说不行了 三个月都不行 是啊 那些生意 半年了 那些人真是会死 怪不得找屎玩 因为如果你 看回 其实世卫昨天的公布 你不喜欢谭德塞很多 他都要出来说 他举回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流行 当时的情况都玩了两年 这个命题其实也有人提过 如果是计算2020年的1月档开始 起步 现在都差不多到年底一年 正式如果真的要控制 或者叫做当时这样的情况 差不多都可能要两年的 那两年用回差不多90年前 即八九十年前的经验 就是研发疫苗 特效药 控制 防感染 卡卡卡 那当时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国家之间的流动 那现在就需要飞来飞去 那所以当时那个叫做 是自己治理自己 然后才有那个国际的联系 去发展这个疫苗 特效药 那这个叫做新冠肺炎 看个猫羊 都起码玩年多两年了 疫苗都说要年头才有 特效药都还没说搞 那所以都 维先生说玩多半年 类似宵禁 那天晚上一点都不奇怪 对不对 那总之就大家 顶着先 那我们就差不多 多点半钟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 就去到我们今天 买屋的 叫做Part 2的重点 一会儿回来 可以说一下一些 实际点的 入到屋里面 或者可以住 或者等等 那些 Chris和思华 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